演一下做一个最后的总结 其实我们非常荣幸的来到今天的晚会现场 在这个现场我们不单单看到大量的义工在工作 还有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在工作 同时也代表我们联乡联合总会 我们同乡联合总会 感谢我们电视机前的所有的媒体朋友们 谢谢你们辛苦了 我们也知道在我们中国的农历年 以及我们在新年和圣诞的这段期间 我们所有的媒体朋友都是相当辛苦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借助我们朱江 我们总会长的这一句话了 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感谢大家的关注 可以说进入到 能够进入到我们加拿大华人同乡联合总会 这个团体是一种荣誉 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人团结起来 让我们生活在第二故乡的所有朋友们 团结一家亲 再次也谢谢我们朱江会长 谢谢您 谢谢